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时空 这几年到过大连的人都会有一个突出的感受 就是那里的绿地广场很多 据统计大连市人均拥有公共绿地7平方米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39% 这比全国均数高出近15个百分点 可以说这些是和大连市长薄熙来对城建的注视分不开的 他认为城市建设既是环境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一个城市如果是脏乱差的形象 那么这个城市也就不值钱 反正如果城市清洁美丽 那么不仅市民会感到心情愉悦 随之而来的是旅游的人多了 投资也来了 整个城市自然也就升值了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在前不久举行的大连市人丹会上 市长薄熙来提出要在五年之内 使大连的城市功能和城市环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他认为21世纪的城市不仅需要有完善的公共设施 还需要有美好的环境和开阔的空间 他说当人们能够走出家门就进花园时 不仅会感到心情愉快 而且会变得更加文明 我们大家都知道您一贯对城市建设非常重视 当人们接受了你的这个城市建设的观念之后 实际上又有人会对城市建设有一些看法 比如说人们觉得城市建设是摸得着看得见的 是一个市长在任期之内体现政绩的最佳方式 认为他是花架子 我不知道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市长的呢 非常重要的一条 他就是要经过确定自己的思路 而且一旦这个思路和方向确定以后就坚定不易的干下去 不要怕周围的闲言碎语和各种各样的议论 这个在老百姓中有一句话 就像一个框 什么话都得往里装 事实上呢 这个各个方面的批评意见啊 随时都会发生的 但是我觉得做市长的只要是看 这个总体来说 这个对的 多数人是支持的 符合大家的利益 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您对这个干部的要求非常严厉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三多三少 就是要少睡觉多干活 少花钱多办事 少享受多奉献 那么你这样要求自己 我想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是要求所有的干部都像你一样 这样去做 是不是觉得特别合适呢 我觉得必须这样要求 我不能要求自己累得这一次 比起来干部都不干活 那就把我自己累死 我觉得工作也不行 这个我觉得我要求啊 下边所有政府官员 我们大家都应该啊 有这么一种精神 当然并不是说 每一个人每天啊 只能睡五六个小时 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了 那么您这么做 想过没有想过要得罪很多人 就是对干部的这种严厉的要求 甚至影响到你的选票 这个实际上在五年前呢 我第一次做市长的时候 就想过这个事情 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 就是两条路 一条路呢 就是你全力以赴的工作 但是为了开展工作 你就得严格的要求家属 推动他们去做这个做那个 做的不好 我就得批评他 那么最后把工作做成 在这种情况下呢 肯定要得罪一些人 这些人呢 可能要投你的反对票 但是呢 事业做成了 我相信大多数人 会拥护我们 支持我们 反正啊 我也是由人代会 当行为市长啊 我也不怕啊 隔别人的反对 只要自己啊 没有什么印伤 贪污腐败 这些问题没有 我看就吓不着台 我最近呢 来过很多次大连 我发现在大连的街道上 都贴着这样的标语 就是不求最大 但求最佳 那么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呢 在92年93年的时候 我曾经记得啊 很多大连的同志 也有一股雄心壮志 想要追赶那些大城市 把大连的变成一个特大的国际都市 针对这种想法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 上海就是上海 北京就是北京 全国呢 只能有这么几个大城市 这些大城市呢 是我们的大哥哥 大哥哥就是大哥哥 大连人呢 不要补福气 要树立一个小弟弟的意识和概念 但是我们呢 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 比较干净的小弟弟 漂亮的小弟弟 或者说经济上 还比较宽裕的小弟弟 而且是有所作为的小弟弟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国家 就会有所贡献 薄熙来常说 老百姓高兴 就是政府追求的最高境界 大连人爱美 就得把服装节 搞得一年比一年好 大连人爱足球 就得想办法 让万达队经常拿冠军 大连缺水 政府就下决心 投资三十个亿 从一百五十公里外 把壁流河水引进来 几年过去了 大连市民不仅看到了 城市的变化 也看到了市长的变化 他们觉得自己的市长老多了 有人说呢 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设想 来建设大连 我不知道你的理想 在和现实 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 和现实发生冲突 这样的冲突 给了你怎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自他我做大连市长 以后呢 我的确在内心上 我就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 因为大连呢 是一山傍海 这个风景很好 气候很好这个地方 我确实非常喜欢大连 大连人也很有特色 所以自从呢 做了市长以后 我就是希望 把大连做得很漂亮 我经常形容 他就好像老天爷 给我们中华民族一块美誉 我应该把它精雕细刻 做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 也可以说把大连做好 就是我的一种理想 实际上我从84年到大连 到现在算起来 已经有13年多了 所以我确实很喜欢 那个城市 而且我认为 只要你喜欢它 只要你真正的爱它 我觉得本身就会产生一种 极大的冲动和力量的 那么我知道您在很多场合呢 都表达过这样的感情 对大连的感情 说呢 在世界的版图上 最喜欢的就是中国 那么在中国的版图上 最喜欢的就是大连 我不知道您这样的表达 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呢 还是您觉得在理智上 应该怎么做 这个北京是我的第一故乡 我对北京也是很有感情 但是呢 大连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确有这种看法 有时候第二故乡啊 比第一故乡的感情啊 更加强烈 因为第一故乡呢 是爹妈给的 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力 第二故乡是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我呢 是生活在 大连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八四年到大连来 实际上我 这是处于完全理智的情况 也就是说三十而立以后 这些时光都是在大连度过的 那么对大连的这种感情呢 促使你不断地要为它 做一些事情 把它改变 变成一个你理想中的状态 那么你到底理想中的大连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在这个 刚刚举行的啊 换届的人代会上 我已经对大连的未来啊 做了一个描述 我是希望和大连人一块 把我们的大连呢 做得很成功 而且大连人也给了我 这个很多的回报 这个我记得在这次 人代会的选举过程中啊 有一个戏剧性的事情 一共是四百三十多人呢 投票选举 我恰好得了四百一十一票 而大连的地区号 变化区号 就是零四一一 所以我觉得很巧 也就是说我本人和大连很有缘分 我想全国大概没有哪一个市长 他们选举的过程中啊 所得到的票数 恰好和他自己城市的区号 相吻合 那这种偶然的联系 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 你觉得 我就觉得我是大连人 这大连人非常信任我 我觉得我应该啊 尽其所能把大连的工作更好的开展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 Hess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